寶山君 沒有 這個我其實有點想唱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知道老橘說日語 原來住詞正要學第五期囉 那老師為定期努力每週更新 希望同學們可以幫老師訂閱按讚分享一下囉 好那話不多說今天開始講 今天要講的第一個本期的內容 好那我們看一下今天要講的文型 首先看到這個 卡拉對他有九種用法 然後呢還有一個 對的也有九種用法 總共加起來18種 好不囉嗦 開始看他們每一個組個 每一個的用法囉 開始 開始看下去 首先看第一個 卡拉的第一個用法 移動動作場所的表示 移動動作場所的表示看一下 我是從台灣過來的留學生 我是從台灣過來的留學生 這個句子很簡單 那卡拉的部分呢 通常前面這個名詞 那名詞的屬性 他不用放在地點 從地點拉出去做另外一個事情 那通常後面會接移動動詞 那人在現地的話 通常這種 從台灣來的留學生 很簡單嗎 好這件事 我是從台灣來的留學生 那再來第二個用法 視覺動作的起點 那這個用法也很簡單 他就告訴對方說 我們從一個所在的位置 拉出去眼睛看過去 看到一個目標地物 目標物 然後告訴那個聽話的對方 我從這個地方 我可以拉出去看到什麼樣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拿出來使用 那念一下例句的部分 我從宿舍的這個房間呢 我可以看到富士山 那老師以前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也是一樣 那個房間每天都看得到富士山 不是是迪士尼 他講錯了 說第一次你 每天看到到迪士尼 聽得到他的煙火 一開始很興奮 後來都累了 都覺得就抖無塞 然後有點吵 好接下來看一下第三個用法 第三個用法是 動作時間的起點 我這個跟尼有一個用法有點類似 但是你記得他是強調動作時間的起點 從什麼時間點開始做那個事情 而不是像尼一樣 是在那個時間點做那個事情 有點不太一樣 好先講一下 雪は午前十時頃から ずっと降っています 雪は午前十時頃から ずっと降っています 十時頃から ずっと降っています 那ずっと 一直的意思 那雪呢 從早上十點多開始 十點左右開始 它就一直持續在下上 下著雪 那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在下著的狀態中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三個用法 看一下第四個用法 那似乎出現的場所 事情或是物比 那我們現在先講一個物品 那指的是有生命的猫 那貓咪 向後から一匹の猫が走ってきました 走ってきた 就是從對面那邊走過來 不是走過來 跑過來 走る走ります 是跑的意思 OK 它不是歩く 不是歩いてきました 是走ってきました 就是跑過來 從對面有一隻貓咪呢 跑了過來 所以那個向後から 就從對面一樣 從一個抓住一個地方 從那個地方拉出來 做一個動作的延伸 有沒有 所以似乎出現場所 這個時候也可以使用 好 那這件事 向後から一匹の猫が走ってきました OK 走ってきた 好 接下來看第五個 第五個用法 被動的對象 這個比較稍微有一點難 那 但是一般來講 坦白講 一般來講 老師也是找了很多 才會發現 要不要講得很猶豫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詞坦白講 在這邊用から也是可以 但是大多數的情況下 都可以被に所取代 所以用に是比較多的 但是から的部分 也是可以用 但是比較偏少數 但是為了大家求知的概念 所以我還是提出來 讓大家知道 也是可以這麼用 但是最主要屬性的 通常都是用に 好先看這邊から部分 授業中にいねむにをしたので 先生から注意された 授業中にいねむにをしたので 先生から注意された 被老師告誡 注意這個詞呢 注意します 然後警告啊 然後可能就是被告誡 就是請你注意 但是他的注意的口氣 比我們中文那個注意 還要更嚴厲一點點 有時候甚至被斥責都有可能 那上課中呢 因為打了瞌睡 所以被老師警告了 被老師念了 被老師告誡 這個都會使用 好再來記住 這邊的話用に也是沒有問題 ok 那から的話呢 就是特別主要 から注意された 注意されました 這個大家知道 也可以使用 好接下來第六個 動作敘述 動作順序的開始 那這個 文章の四行目から 読んでいてください 文章の四行目から 読んでいてください 從這個文章裡面的第四段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四行目 開始から 從這個地方 開始呢去做這個動作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卡這個東西 其實對於 中國人 台灣人來講 其實華裔的 我覺得應該都 不難以學習 因為他本身就是有一種 類似フラン的感覺 我英文雖然很爛 但是我還知道一點點 從那個地方 拉出來的意思 好 那再來看 第七個 那件事 文章の四行目から 読んでいてください 從這個文章 第四行開始 ok 再來 第七 第七 表最低數字的底線 這個又滿特別 但是其實也不難使用 同學看一看 把它記下來 生活日語 或是寫作上面 寫信上面 其實都可以使用 東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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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ガソリンスタンド 東京的 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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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塊錢 摸來 可以拿到 那老師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東京都的部分 到四月份 大概可以拿到一千 一百多 其實還沒有到一千 本來我是寫一千 但是我覺得一千 有點誇張高 但是誇張高 其實也不一定 私人搞不好 到一千五都有可能 那他們通常的行情 就是大概一千塊 然後也有九百多 九百到一千多 你要看那個場所 東京都的話 是比較高一點點 那大阪地區的 其他地區的 比較便宜 九百多也有 一個小時 九百日幣 一千日幣 大概台幣 現在降了一些 大概 兩百多吧 大概不到三百 兩百多 好 那看一下第八 我正念的是 東京的ガソリンスタンド のアルバイトは 一時間千円から 貰えるそうです 把數字放在 他的前面 から直接拉過來 就表示最低 最少可以怎麼樣 最少可以拿到一千塊 所以他不會低於一千塊 OK 好 那內容構成 第八個用法 これは三冊から なる小説です これは三冊から なる小説 這個小説です 這個是由三冊 一二三 三中下 或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所構成的 一個小説 那這個分成三冊 所構成的小説 這樣也可以 那那個 三冊からなる 那個なる有時候 寫成為的成 他再加個る なる 就是成為 那個基本上 不寫也沒關係 OK 所以這個是從三冊 所構成的小説 就是這個小説 是有一二上三中下 所構成的意思 好接下來 から最後一個 第九 強調前後動作的順序 這個其實是非常初級 在初級 不可的那個 から的用法 對不對 那前面加個貼型 表示前面的動作 一定要先做完之後 才做到後面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表示說前面的東西 跟後面的順序 還很重要 不要順序顛倒 那無事で朝ご飯を食べてから 会社へ行きます 無事で朝ご飯を食べてから 会社へ行きます 那在家裡 早餐吃完的時候 我就去公司了 那這個看似很簡單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 意思的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行為 在日本 是很簡單 在台灣的話 有些人是去的公司 会社へ行ってから 或是会社へ行ってから 朝廣東北に行っても行く 也有這樣子的人 去了公司之後才吃飯的人 吃早餐的人也有 但是這樣子是有點奇怪的 在日本的話是有點奇怪的 所以基本上都在家裡 吃完飯之後再過去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 第一的用法 第一的話 第一個是動態動作的場所 這個非常非常常用 非常非常簡單 那也就是說 在他的前面 加個名詞 場所的名詞 後面加個で 然後再接上去 動作 動態的動作 就可以表達出這個意思 比方說 私は毎日ベランダで洗濯物を干します 私は毎日ベランダで洗濯物を干します 我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都在陽台 那邊晒我 洗好的衣物 每天 所以有時 早上你躲下經過 看到老師的時候 就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跟老師打個招呼 就會跟人 嗨 おはよう 女生我才會回 男生 OK 我會請注視你 好 那這個第一個用法 第二個 期限的表示 JLPT的申請在4月11號已經結束了 還不是已經要結束 還沒結束 寫切ります 要結束 OK 所以還沒到 還沒報名的同學 請加油努力 所以JLPT的申請在4月11號結束 還沒報名的同學加油 好 大家看下一本 第三 交通手段 這個更簡單 更常用 前面加名詞 所以名詞 通常都是會有交通工具 加名詞在前面 那毎日バスで通勤します 毎日バスで通勤します 每天 通勤します 對啦 通勤します 感覺我們以後 每天都要用巴士來搭 那如果目前強調 我現在在做的話 就可以用ています 表示現在進行式的意思 毎日バスで通勤しています 表示我已經在進行這個動作 毎日バスで通勤します 感覺上好像宣告 我之後每天我都要搭 或者是比較抽象的說法 但是していますは絕對不會 我現在已經在做了 所以交通手段 バス 然後加上で 乗り物 就是搭乘的交通工具 加上で 然後就不要搭 我都使用它去做一個 直勤してます 在通勤的這個動作 好 再來看第四個 第四個 限定場所的形容詞 限定場所加形容詞 所以意思什麼意思 他會先把一個東西 框在一個架構裡面 把那個東西放在架構裡面之後 他再敘述這個裡面的 東西的人或者是物 具有什麼樣特別的屬性 那你要敘述屬性的時候 第一個要做的是什麼 你要加上去形容詞 對不對 所以比方說 このクラスで一番背が高い人は 高杉君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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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班級裡面 長著最高的人 最高的人 高杉君 高杉君 沒有 這個 我其實有點想上 不是 不過沒有時間 這個不是 カラゴケ OK 好 那 このクラスで 背が高 重演是 このクラスで 一番背が高い人は 高杉君です OK 那這個班級裡面呢 長得最高 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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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就是高杉君 OK 高杉君 好下一個 第五個動作花費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東京から名古屋まで 新幹線で 1時間半だけで 付けるそうです 一樣 そうです 結尾就是聽說的意思 同學 補充一下 東京から名古屋まで 新幹線で 1時間半だけで 付けるそうです 好 那聽說呢 從東京到明古屋呢 你只要搭新幹線的話 只要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到達 那第一個重點是 新幹線で 剛剛講過 交通通局 那不是這個部分 那動作花費的時間 一時間半だけで 就是只要花一個半小時左右就可以 所以重點在這個 綠色的 所以老師幫你區隔開 注意一下 紅色是已經發生的 是上一次三個講的 這個で 是現在要說的 那再念的是 東京から名古屋まで 新幹線で 1時間半だけ 付けるそうです 能夠到達 只要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達 早上六點做的話 七點半就到了 在日本通勤的話 一兩個小時其實都還好 不是很遠 好 那我們再看 第六 交易花費金額 交易花費的金額 那這個部分呢 一樣 他可以全面加數字 就是金額 然後來顯現 用這個で的部分 來表現說 他用了 花了多少的金錢 花了多少的時間 然後幹了什麼樣的事情 比方這個句子是 去年銀座の家を2000万円で友人から買いました 去年呢 我就是從朋友那邊購入了 銀座的家呢 我是花2000萬 就是2000萬元日幣 其實台幣的話還好啦 不到600萬 對不對 所以 600 對吧 2000萬日幣 0.3 對啊 不到6.3 差不多600萬 然後從朋友到 現在500多 不到600 從朋友那邊買到了 那最近就是 很多周遭的朋友 都在日本買房子 那老師希望有機會 還蠻遙遠的 但是 頑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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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努力下去 那看下面的 第七 動作範圍人數 動作範圍人數 就是他會圈一個點 應該是幾個人數 所以前面還是有數字 數字呢 加上で 那數字是人數 表示說 這個動作呢 有幾個人一起來做 比方說 昨日の夜 京子と彩子と三人で すき焼きを食べました 昨日の夜 京子と彩子 で彩子と 彩子と三人で すき焼きを食べました 昨天呢 我跟京子 還有彩子 三個人一起吃的壽喜燥 所以例的話 就是我們三個人 一起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三人で 三個人 三人で行きました 三個人去 三人で食べました 三個人吃 三人で飲ました 三個人看 OK 後面家動詞 昨日の夜 京子と彩子と三人で すき焼きを食べました OK 再來 第八 道具 道具其實分很多種類 不過老師 簡單把它當作一個 你常會寫的那種籤筆啊 筆類的道具 那ジジはいつも万年筆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ジジはいつも万年筆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一樣 用万年筆 用鋼筆 万年筆 万年不會壞的意思 万年筆 就鋼筆的時候 用鋼筆來寫字的人 感覺就是有一種 sense 就是很好 就是水準的感覺還不錯 所以父親的一直都用鋼筆在寫信 所以從小給我一個很大的啟蒙 那我覺得 イナ很棒 學習他 OK 這是一個例句 OK 再來 第九 原因的理由 原因跟理由的表現 也是可以用電話來講 今朝地震で電車や地下鉄が1時間も止まりました 今朝地震で電車や地下鉄が1時間も止まりました 也停了 居然停了快一個小時 も的部分表示 很驚訝 怎麼會停那麼久 我原本 一般來講 停電車啊 或者是地下鉄停止 可能都半小時 或是幾十分鐘就好 怎麼停到一個小時 那麼久 居然停了那麼久 所以一樣 で的部分 表示 地震上 就是它的主因 有時候 飛行事故 飛行事故 然後 什麼什麼 沢山の人 大勢の人 大勢の人 大勢 大勢 這樣子也可以 那 就是今天早上 因為地震 電車啦 地下鉄居然停了一個小時 這樣子 好 那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 就下課囉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就再下課 那原來住持 這樣學 第六集 我們下週見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分享小鈴鐺喔 拜拜 また来週 拜拜